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姐,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Aeratown的大三房 这个三房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这边客厅有一个非常大气的沙发 然后是欧式的建筑,然后这边有三个木雕 然后你看那个墙壁,它也有非常漂亮的装潢跟美术画 那客厅有一个很大的窗户,所以它的采光是非常好 那这里是顶楼,一共是三个房间 然后每个房间都有卫浴,所以是四套卫浴 然后它有一个65寸非常大的电视 所以这个住起来超级舒服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玄关 然后也有漂亮的一个装潢 然后这个是餐桌,然后餐桌柜 然后呢,墙壁上也放有这个一些漂亮的这个图 然后这里是置物柜 那在置物柜的旁边呢,我们就来到了厨房 厨房的话有一个大的双门冰箱 那这个是由制冰水的公用的一个冰箱 然后呢,您可以看到这个厨房的配备 有烤箱啊,微波炉啊,一整套的配备 而且这个厨房是很大的 整套的厨具等等的 而且厨房呢,它也有一个对外窗 一个对外窗,所以这些厨房的气呢,可以散掉 然后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小阳台 那我们再往卧室这里来看 卧室首先是来到主卧室 这个主卧室呢,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欧式的家具 有一个非常大的床,欧式的床 然后呢,这个是脚尖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脚 就是两边的一个窗户 窗外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富美新的这个绿地 富美新的绿地 然后楼下有蜿蜒的西贡河 西贡河的支流 远方有西贡河的组合 所以它的view呢,非常的棒 另一边的view的话 也是看到西贡河 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一个主卧室呢 是超级美的 主卧室的这个转角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摆了一张的这个 咖啡桌跟休憩椅 可以在这里喝咖啡 然后主卧室也有梳妆台 工作台 然后有一个柜子 这是主卧室的床 在主卧室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衣室 那这个更衣室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L型的 所以是有蛮多的东西都可以摆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是主卧室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是很大 然后有一个浴缸 所以就是说它是很适合家庭 比如说家里面呢 有三个小孩 然后呢 需要一个大三房的话 这一间的房型是非常的合适 那这里是有一个洗手间 它是公共的洗手间 所以就是来的人啊 来的客人啊 就可以在这个洗手间使用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房间 所以其实它是四房 是三加一房的一个格局 那这个是一个客房 那这个客房就一个床 有一个对外窗 然后有书桌 这个房间呢 它也有一个浴室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浴室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浴室 然后它是淋浴干湿分离的浴室 好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间房 那这是另一间房 然后有个很大的工作台 是书桌 好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对外窗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很大的床 这个是男孩的房 所以有篮球啊 吉他等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浴室 浴室一样有个对外窗 所以它整个是很舒服的一个大三房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您如果说想要在七郡 小孩子要读这个台湾学校 韩国学校 或一些国际学校 想要享受七郡的生活 那又想说要找一个价格很很合理的 然后呢 是大三房的话 这边会是您绝佳的选择哦